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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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字是属于外框比较放一点 中间这个木字比较收敛 那么这春字呢 撇纳 比较舒展 那么这日字 给它收进去 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对比 那么在书写过程当中呢 像这类收放自然的这类字 很多实际上 我们仅以这四个字为例 来说明这个收放自然这个道理 我们之所以谈这个收放自然这个道理呢 主要是我们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加强这种意识 有些字你该收就要收 有些笔画该放就要放 这样呢 显得有诸有刺 比如这鹅子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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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是十八种关于结构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归纳为十八点 希望我们广大的观众在进行练习的时候 刚才我谈到这十八点 前面一共三个章节谈到十八点的问题 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引起注意 那么结合我们的基本笔画 结合我们的结构特点 我们来进行训练 我们逐渐的就会把米字的基本特征抓住 那么这一讲就到这 谢谢广大观众的收看 再见